复赐势力 约命忠实 心不颠倒而言 盖慧土自立修行 生死关头 最难得利 无论完修狂慧 魔 无功 即物门深远 操履前阙之人 躺分豪袭气未除 未免随强偏坠 永明祖师所谓十人九搓路 因静若现前 皮尔随他去 此诚可含心者也 出国昧于出胎 菩萨昏于隔音 哲力启荣强作主宰 侥幸慢憨 阿弥陀经要解精华选毒 我见势力 故说此言 这个力是说明 净土宗最重要的功德利益 净土宗的利益 它不在于说 平时我们念佛消灾 免难 增福报 这个都是它的一个附属的花报 净土宗真实的果地功德 是灵命中的时候 仰仗弥陀设寿 能够心不颠倒 往生净土 是从灵中这块说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在三界流转当中 娑婆世界的自立修行 生死关头 最难得利 我们修净土宗的人呢 和修禅宗的人呀 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 但是临命中时 就不一样了 因为临命中时 假设你不仰仗佛力 无论完修狂会 魔 无功 是说这种人呀 完修的 有行无解的 或者有解无形的 总之这个人是含糊笼统 盲修下恋的 根本用功没有上路的 根本搞不清楚状况的 这种人就不谈了 即便你解门深入 物门深远 即便你平常行门功课 做得很深 只要你烦恼习气 有一分一毫未断 未免随夜立强的这一块 而产生牵引而堕落 这就是永明大师所说的 有缠无净土 十人久搓路 阴静若现前 偏尔随他去 这真的是使人寒心折野 出国尚且昧于出胎 菩萨尚且有隔音之谜 临命中时 哪是我们能够强作主宰 含糊笼统的能够把它蒙骗过去的呢 临命中时 他有一个问题 我们平时大概只要处理烦恼的问题就够了 临命中的问题就比较复杂 因为他牵扯到一个业力的问题 临命中时算总账 因为阿赖耶时我们平时感觉不出它的存在 他虽然偶尔丢一些烦恼给你 丢一些外境给你 但是你感觉不出它存在 但是我们看维时学上说 阿赖耶时在临终时 那不一样了 去后来先做主宫 他那强大的吸铁 献出中阴身的时候 他形成强大的业力吸你 那时你就知道第八诗的可怕了 除非你断烦恼 那净土宗为什么不怕第八诗呢 净土宗他讲调福烦恼 我只要不随妄传 我只要让阿弥陀佛进来 阿弥陀佛就有办法把我带走 那是用佛力抗拒业力 但是你没有修他立法门的人呢 你完全凭你自己的本事 我们临终的人可以做到调福烦恼 可以 但是你要做到断除业力 几乎不可能 除非你是圣人 你掉福烦恼 那你顶多往生善畜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 到临终的时候 当阿赖耶时现前的时候 谁都跑不掉 你研究为时你就会奇怪发现 阿赖耶时平常他隐藏着 所以你只看到 第六意识和前五识在活动 但临终时 他就作用了 他是一个大魔王 献出一个中阴身 然后用中阴身吸引你过去 十人九搓路 十个人有九个人跑不掉 跑掉那个人是阿罗汉 阿罗汉他无生嘛 那我们怎么跑掉的呢 我们是把身心放空 让阿弥陀佛进来 让弥陀带我们出去 所以我们念佛人 临命中时没有经过死亡 没有经过中阴身 世人临命中时 阿弥陀佛就把我们带走了 我们是在阿赖耶时业力现前之前 阿弥陀佛抢先一步把我们带走 那时阿赖耶时还没有现前 如果阿赖耶时现前就完了 阿弥陀佛